你好 谢谢收看 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跟推特董事会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较量 马斯克要全盘收购推特 他高举一期说是要在社媒平台上保护言论自由 保护政治辩论的自由 如果马斯克真的是出于这个理由的话 就三个字 好样 两年前的美国总统大选 推特生生的就摁住了小拜登的电脑门丑闻 可以说这是美国媒体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 推特吊销了川普的账号 不许川普在自己平台上说话 明显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相信公民天赋人权不可侵犯的国家 言论自由是得到宪法保护的 是写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 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我尊重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美国开国的先贤们相信 虽然不同的观点会引起冲撞 但是公开的辩论对整个社会有益 或者说是利大于弊 一个言论自由信息公开的社会 具有自我纠正错误的机制 一个权利受到约束的社会也会犯错 但不至于犯大错 当然了 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 不是任何言论都能受到保护 都应该受到保护的 比如宣传黄赌毒的言论就不受保护 你也不能透露国家和军事机密吧 言论自由是大原则 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微调 其实美国建国以来的这两百多年时间里 这种微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一直在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和社会之间寻找平衡点 最著名的就是196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州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判决 定下了两条判断原则 一 州政府不得让公民因言获罪 再怎么过激的言论都不能因言获罪 二 只有那些煽动犯法的言论 而且能立刻引起暴力犯法的言论 州政府才能出面干预 不过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针对的对象是公权力 是政府不涵盖个人 你在家里不许亲朋好友随便乱说话 是你个人的权利不属于言论自由的涵盖范围 这也是推特脸书这些媒体平台限制言论的法律基础 因为社会媒体平台不是政府拥有管理和操纵的属于私人公司 不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管理范围之内 但话要说回来了 推特脸书毕竟不是你自己家大院 它更像是广场的大字爆墙 这也是由法律先例的 这是一场马什跟阿拉巴马州政府之间的官司 最高法院裁定 私人公司建造和经营的城市地产 也不能在私营公司拥有的市中心广场上限制言论自由 虽然财产的所有权是私有的 但因为财产是公众使用的地方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私人企业不能限制言论自由 拿到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 推特脸书的所有权是私人的 但因为这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是在市中心私人拥有的广场大字爆墙 你不能限制人们自由的表达言论 今天的社会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表达观点 互相辩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舞台 平台老板也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约 也应该像政府机关那样的同等对待 随着社会平台的越来越普及 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社媒平台本身也有了自己的政治倾向 看法相符的可以畅所欲言 看法跟自己对立的就遏制 跟自己意识形态不符合的言论就可以屏蔽 虽然社媒平台不是政府 不是公权力 但他们对公权力的影响巨大 他们应该跟政府一样同等对待 换一个角度讲 美国法律规定 电话公司不能因为电话用户的言论 不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 就可以掐断用户的电话服务 电话公司不能在大选期间 中断所有共和党人的电话服务 只允许民主党人打电话 虽然电话公司是私人公司 但美国法律有专门针对大宗服务公司的制约 比如水厂电厂煤气厂都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而且市场的力量还无法约束这些大宗服务公司 所以必须有法律来约束 今天的推特脸书是不是也跟电话公司一样了呢 他们已经大到市场的力量无法制约呢 是不是也需要有法律来约束得了呢 用政府机构来监管 用法律来制约是一个办法 但要付诸实现还是任重道远 而且很多法律都是良好的初衷创立 执法过程中变成了一项恶法 起到了初创时期想不到的作用 所以像马斯克这样用市场来约束 用大股东大老板的身份来改革 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作为媒体社会媒体平台最好也应该自己反省一下 社会媒体应该有言论自由区 谁都可以发表言论 平台自己不做言论的审核观 如果川普可以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发表演讲 那他就可以在推特平台上发文 如果哪个用户有出格的言论 就像第一修正案都不允许的煽动暴力 煽动犯法的言论 那么你第一时间就通知执法部门 动用公权力来制约和裁判 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解决 这本来就是公权力要履行的职责 美国历史上自由进步 向来是保护公民人权不受侵犯 保护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内涵 而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 左派们自称是自由进步的左派们 愣是把自由进步的概念给投换了 把自由言论其实就是把保守派的言论 贴上了破坏社会安定团结 甚至是煽动暴力的标签 所以要限制 所以要屏蔽 希望马斯克的收购大动作 能让推特股东们醒醒 回归到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才是稳妥的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